很多人认为呢 学习好性技巧老公就会回家 所以女性呢就会在外面 不断地寻找 怎么样可以让男人舒服的方法 但是呢 我个人认为除了技巧以外 开放的态度 跟两个人之间和谐的相处 其实是让老公 回家一个最顺畅的路 那我们也知道 身体上的契合度 跟心理上的契合度 其实是需要相搭配的 不是你要做饭给老公 是养好他的胃 就是坊间我们说的广告词 看住他的胃他就会回家 或者是看住他的性 每天都要把他榨干 这样他就不会外面跑 其实不是的 是两个人真诚地沟通 你信任了对方 不会跟对方产生的 这些很多的矛盾跟质疑 男人自然就会回家 希望这个女人 真的要好好注意 感谢您的利用